我吹给你们看是不是像一抹云烟 哈喽,我是吴月梅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全脸淘宝彩妆 那我之前也分享过蛮多淘宝的彩妆嘛 我会尽量挑一些没有出镜过的产品 所以应该会有几个没有听过的牌子 跟你们一起分享心得 还有完成我脸上这个妆容 那我们就开始吧 GO 这位小姐你在干嘛呢 今天我在帮影片配音 因为我这个心得实在太多了 我如果一边上妆一边讲 我可能会不知道自己在公杀会 没错 左边抓一个 右边抓一个 抓出一个C cup 今天肤矿就是脸颊有点脱皮 然后万年累勾在那边夹一块 其他没有太大的问题 先来用橘朵的无痕遮瑕衣 我有一生一浅两个色号 这款延展性很好喔 所以量真的用非常少就可以 你看我就是用一个小水滴 小水滴OK 你们知道吗 一个小水滴 这款遮瑕度算高喔 我先上一层给你们看 然后我用手指把它拍开 上一层其实就已经遮掉七层了吧 我再叠加一层给你们看一下 如果很不会控制用量啊 可以用上妆工具辅助过渡一下边缘 遮瑕度是可以叠加的 上两层会觉得眼下有明显的妆感 不过几乎已经遮掉我的黑眼圈了 待妆八小时眼下细纹会变明显 稍微有点暗沉的情形 有时候会觉得眼下黑黑的 但有时候状况又不严重 整体来说这款我没有到很喜欢 底妆用姿色的粉底液 这款是我之前买姿色的产品送的 我还想说诶怎么会送粉底液呢 啊我也是想着啊不然就用用看吧 它质地是完全没有流动性 膏体式比较干的 所以有时候如果脸颊比较干啊 会有点吃不进去粉底浮浮的感觉 像我今天的脸颊状况就是这样 所以这款不太适合肝肌 妆感是雾面的但不会很面具感 用詹斯的美妆蛋来上 他的妆感比较不会到那么厚重 遮瑕度高 上完这款底妆会觉得脸变得很无暇 是很干净的妆面 但是这个色号对我来说是有点白啦 给你们比较一下 诶不要再给我散娇咯 美妆蛋是三月兔的 是柔软又带有点弹性的美妆蛋 通常比较软的美妆蛋啊 洗过比较容易变形或者破蛋 这款我洗过蛮多次的哦 它还是很能打的 所以我是推推的 底妆上完啦 讲一下磁妆度 我之前在比较凉的天气使用 是可以维持的很好的 现在夏天我使用起来 容易出油的部位是需要加强定妆的 整体没有暗沉的情形 如果你是会出油的肌肤 或者喜欢比较无瑕的妆面 这款看天气状况去加强定妆是OK的 粉底我是喜欢的 下一步来提亮肋沟跟法令纹 用刚刚橘朵的遮瑕膏一号 只要用非常少的量就可以了 调整一下 轻轻的扫在凹陷处 哇这个泪沟真的是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思啊 怎么看起来这么泪 法令纹人家说你是智慧的象征哦 我要当个有智慧的Glow 因为我这里的皮肤比较干啊 所以这款用在这里会太干 但还是呈现一下效果啦 嘴巴气泡泡比较好推开哦 比较一下上完的效果 下巴有个小痘疤我也稍微遮一下 好那全脸的遮瑕都搞定啰 再来用完美日记的蜜粉定妆 粉扑是有点厚度的哦还不错 粉质细腻丝滑有点阴浪太强 抓不住你的感觉 我吹给你们看是不是像一抹云烟 上脸带有一些细微的光泽 但又有修饰毛孔雾化的功能 我直接用粉扑按压 主要针对眼下跟法令纹的遮瑕 眉毛也给她来一点 比较一下效果 刚刚遮瑕的反光都不见啰 整脸上完是这个样子 持妆度我觉得浦浦通通 浦浦通通 对控油度没有明显的效果 但她上脸的妆效我是很喜欢的 眉笔是花洛丽雅的 非常显色的眉笔 好上色但不太会结块 在画的时候要时刻提醒自己轻一点 手势是有点像是扫上去的 不然很容易下手太重 笔头很细很好描绘 可以画出俐落感的眉毛 然后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油啊 可以上一下粉状产品帮眉毛定妆再来画 不然她碰到油脂真的会更好上色 很容易画就太重手或者涂出去 整体来说比较不适合新手啦 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磨合的产品 我今天想要画一个比较有角度的眉毛 所以我就加强一下眉峰 不过这个产品价钱非常便宜喔 我记得换算下来好像台币50块左右吧 这个价钱如果你习惯使用这类型的眉笔 真的是可以买来试试看 眉毛一边画好看起来有精神多了 画好我们就继续啰 嘿 鼻影使用NICE MEGA的欧米茄修容盘 为什么叫欧米茄呢 因为据说她的颜色跟MAC单色眼影 欧米格很像 但是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知道 这款修容它是有两个颜色的 我买的是灰核色 比较偏灰所以是拿来修鼻影的 如果要修整脸真的太灰啦 我觉得它的颜色蛮像我之前做过的 MICCO修容饼2号 但是这一块显色度比它低很多 所以不太会失手 拿来上鼻影真的是还蛮适合的 它的粉质摸起来没有到很细腻啦 不过就上鼻影嘛 也看不太出来啦 上完比较一下 所以这个产品就是有达到它的功用 也行啦 另外一边也修好啰 眼影啊 我本来想说要选Minus Marble这四盘 因为它们真的外包装好美 你看水当当 但是这四盘拍起来影片会太长 如果你们对这系列九宫格有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 我选的是花洛丽亚大地色 色系是中性的大地色稍微偏暖 中间那三颗大地色 卡其中咖啡中黄中色还蛮特别的 给你们看一下四色 这盘显色度很高哦 我觉得已经直逼欧美的眼影盘 但饱和度还是低一点啦 只上雾面色的话可以加强眼睛的深邃感 又有消肿的效果 有两个雾面色是带有金色小细散的 所以最深的颜色也有小细散 应该有些人不太喜欢深邃色是带有小细散的 但上眼我觉得不明显啦 然后深邃色上眼是灰咖啡的颜色 所以要晕朗好跟控制上的位置 不然会看起来脏脏的 有两个清透偏光小细散 它的亮度用起来不太会失手 是还蛮适中的 是摸了会陷下去的丝润之地 它整盘的压纹都是比较容易不见的 中间几个雾面棕色可以拿来画眉毛 根据你的发色可以调整颜色 但还是适合偏浅的发色 是一盘实用百搭的大地色 如果你比较喜欢高显色度的眼影 又有一些小细散可以做变化 这盘是可以试试看的 我是还蛮喜欢的喔 接着就上眼看看吧 这个小细散可以和你为了贼击的 掃碎 两个小细散可以 уров大纹 掃碎 对 那霧面眼影就完成了 等一下来加亮片 眼影就完成啦 睫毛膏用完美日记的这两款先比较一下刷头 上睫毛我用广角长翘睫毛膏 这款比起来比较浓密一点 不过它比较容易把睫毛刷成交叉的感觉 刷头蛮大的 比较容易沾染到眼皮 卷翘度就还不错 比纤长款好很多 而且你刷完烫好后 它的卷翘度就会一直维持在那边 所以如果你喜欢浓密交叉款的 这款是可以的 下睫毛使用纤长款 我之前说过Inisfree是奈米调嘛 这一个就是维米调 这款刷上睫毛勉勉强强 hold卷翘度没有到很好 但是刷下睫毛效果很好 通常细刷头的睫毛膏膏体比较干 这一款是比较湿的 所以刷起来是比一些根根分明的 睫毛膏效果好很多 不只纤长还会有加粗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下睫毛条件不是那么好的话 可以试试看这一款 然后这两款睫毛膏膏体 都是比较湿润的 所以刷完都要再烫一下睫毛 不然还蛮容易刷完掉下来的 在还没干之前烫到你想要的位置 定型能力是可以维持蛮久的哦 腮红有这个品牌叫做天使之眼 你们不要看它外观蛮普通的哦 打开真的是别有洞天 压纹超级漂亮 但是它的压纹是蛮容易不见啦 粉质普普通通 是显色度高的那一种珠光都是很饱和的光泽 这系列我就刷色给你们看吧 另外我有girl card的小丸子联名 还有屁桃联名 先刷色给你们看一下 我要来上小丸子这一个 它颜色蛮特别的 是两个颜色 我把蜜桃色上在颧骨 然后橙黄色上在苹果肌 这个橙黄色还蛮难占取的哦 因为格子很小 它的压纹就压得比较实 不是一占就会不见的那一种 显色度也比较低 不太会失手 上起来就是蛮可爱的感觉 这个产品包装现在太可爱了 内容物也过关啦 脸颊修容用完美日记修容饼 颜色也是偏灰 适合白肌或者拿来修笔印 跟前面的欧米茄笔印比起来 它颜色稍微偏红一点 粉质比较细腻 显色度比较高 运览度还不错 诶我怎么好像在念wrap 因为我就一个鼻子而已 所以这款我就拿来修脸颊 修脸颊效果也是还可以的啦 before after来啰 打亮打亮打亮啰 这跟刚刚腮红的牌子是一样的 这产品的外观真的是很漂亮 粉质丝滑柔软也是双拼哦 一个金一个粉 它是偏光小细散的类型 我以前觉得这种类型打亮上在顴骨不太适合 觉得会比较显温力 不过后来觉得其实用量控制好也是可以的啦 也可以拿来叠加在眼妆上 我今天这个装是用金色的那一边 这个打亮上在脸上真的是啵亮 偏光光泽也漂亮 如果你喜欢这种光泽感 这个产品真的是内外兼具 绝对不是奥莱雅给捧个哦 那打亮就完成啰 最后唇膏终于来啦 完美日记的小细根 包装很特别哦 细细的一根很像笔 不过这个套子真的是蛮不环保的 虽然他做的蛮精致的 我买的颜色是二号跟四号 二号是粉蜜桃 四号是红棕色 四号是他们的主打色 我先试给你们看 唇膏是雾面款 饱和度很高 所以薄涂跟厚涂的差别是很大的 算是一个优点吧 上唇很滑顺 不过我觉得直立比较干哦 但不是到会巴住嘴唇的那种干 存在感也比较强 纸皮多的人要先处理一下蠢框 你看颜色真的是非常的饱和 这个颜色后涂真的是气势满满 再来是二号 二号薄涂是很日常温柔的颜色 厚涂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感觉哦 整体来说这个产品就是很吃包装跟一个感觉呢 OK fine我们妆容终于完成了哦 这个影片其实我拍了两次 因为第一次拍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虾脚哦 最后让我来个结尾吧 不得不说淘宝的彩妆的外包装有些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有一些产品的内容其实也是还不错的 以上的心得就给大家参考了 那如果你喜欢我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 还有订阅我打开小铃铛也要记得去追踪我的IG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哦 拜拜